大麻在国外的使用上有非常多的争议 但是其实呢 医用大麻也能够使用在动物的身上 波兰华沙动物园最近就使用大麻素来治疗大象 今年三月份动物园里头最年长的大象去世了 这个打击让其他年轻的大象非常的焦虑 人方决定要启动大麻治疗来缓解焦虑症状 而目前已经通过了第一阶段的试验 将成为世界以大麻来治疗大象的首例 大象挥舞着鼻子 白白耳朵 模样超级可waii 但这些温柔的巨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最近华沙动物园的大象雷德西亚 因为象群里最年长的首领欧娜 三月刚刚去世 让雷德西亚变得焦虑 行为异常 兽医计划使用大麻萃取物来治疗它 降低焦虑感 原方计划使用的医用大麻CBD 又叫做大麻二分或大麻素 是从大麻提取出来的萃取物 人类也会用来治疗忧郁症 失眠以及疼痛问题 计划傅哼指出 CBD并不会引起亢奋 也不会对肝肾等内脏产生不良影响 这将是以大麻治疗大象的首例 目前已经通过第一阶段试验 大象社会中 首领由最年长的母象担任 因此当首领去世时 容易让象群产生行为问题 要花费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恢复群体和谐 此外大麻油也能用在其他哺乳动物的治疗 像是狗和马 相关业者看准了快速成长的宠物市场 积极推动CBD的医用研究 综合报导